陪諾明達幼兒園 園長之子毛俊生 才因為性侵猥褻六名幼童 一審遭判刑二十八年 檢方擴大追查案外案 二十二號再度將他起訴 檢察官查出毛俊生 從二零二年十月到二零二三年七月間 不只在幼兒園 侵害三十九名幼童 甚至還用手機錄影 更曾在二零二二年九月 登入園區監視器 下載用途更依影像 二十八年的時候 家長就希望事實上是從中量刑 事實上以無期徒刑 因為他不是只有強制猥褻 他還有性侵 所以家長希望法律上 可以還他們一個公道 花張行徑還不只這樣 毛俊生從去年二月開始 經常從社群軟體 下載未成年新影像 更把公園商場學校 當作犯罪天堂 用手機針孔隨機偷拍犯案 讓檢察官忍不住痛批毛俊生 使他人身體已絲如獵物 余光天花日下刑暗黑 骷髏之事是兒哨性剝削 防治條例施行以來 最嚴重犯刑 時間的毛俊生住家鄰居地要透露 一家人似乎已經悄悄搬走 樓下信箱還貼上郵物送達通知書 法院寄送的重要文件 遲遲沒人簽收 最佳案件擴大偵辦檢方持續拼湊線索 不知道還給被害人公道 各樣無恥之狼付出代價 三連新聞正常楊世音宜台北暢報道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